早抢党在出击 雪兰勒沙南第七区一家金店 在开斋节五天廉价期间被报窃 金店内的各类金事不避而飞 金店业者更损失高达500万令吉 欲哭无泪 业者是在今天早上10点开门营业的时候 才揭发这起案件 沙南警区主任巴哈鲁丁助理总监指出 这宗结案是在上个星期五 凌晨2点到6点期间发生 其方相信匪徒至少有三人或以上 而且招墙手法相当的熟练 事发当时匪徒相信是从金店后门的通风口潜入 再撬开金库门锁和四个保险箱 趁机劫走店内的所有金事